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告诉我说想要成为一个型男吗 是 现在我刚刚已经步入这个型男的行列了呀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之后 我觉得你基本上跟型男无缘了 为什么 你看看你穿成这样 我好歹也算是萌系型男对不对 你看看 Yanny 怎么样还不错吧 你不要侮辱萌系型男这个词好不好 你看你穿着这个衣服简直是芒果系呀 太卡通了 你知道这个衣服是很大牌 是一个潮牌 这是潘伟博他们家的 OK 那衣服没有问题 你看你戴这个手表 这个手表这么女性化 哎呦 拜托 我上初中都不会再戴这个手表 虽然人家这个颜色鲜艳可爱了一点点 但是这也是人家这个一个大牌 欧洲大牌的这个最新的男款 也是大牌 很洋气我还舍不得戴呢 那么看来衣服也没有问题 手表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问题 着装都不是你问题的话 那你不能成为型男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 我有问题吗 OK 那梁多你说说看 要成为型男的话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了 要成为型男非常简单啊 就要像我这样 要有muscle 像你这样 看到没有 OK muscle OK 就这样子是不是 你确定这是肌肉不是坠肉吗 在如今的娱乐圈为了混口饭吃 女明星们早就开始探胸漏背 平时也陷了 可本该裸上身都无所谓的男明星 却玩起了保守 muscle man 我们的肌肉呢 把卖点都藏起来 你们准备靠什么混 是的就是你们 修杰克曼和曾子丹 这两位昨天各自在北京宣传电影的型男 在被要求小露一把送粉丝点福利的时候 居然都毫不犹豫拒绝了 谢谢 谢谢 快刚才去我 停停停 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弄我 我就是这么被女记者要求 就是感受一下胸肌 我们每次发布会还都包我的主意 是的 我觉得最好的东西 不需要老再卖 卖完 难道我每次都给你看这个视野线 这个视野线还是留给 需要的条材展露一些 不管你脱与不脱 肌肉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这次50岁的曾子丹碰上45岁的修杰克曼 型男PK 真不知道到底是宇宙第一更强 还是乌尔莱的和尚好念经呢 这次你和那个修杰克曼 两个大型男对比有没有心情呢 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我心想的一个女人 但我们要自己的一些特点 还有没有他的特点 才叫做不同的口味 虽然有型男主动示好 但修杰克曼还是心情念念着美女 双兵就是他的最爱哦 小兵典兵 狼叔你可不能总找兵兵下手啊 好 好 好